昨天有看職業賽 都知道有內幕消息說 職業教練認為他已經被繳 但上賽季才踢零 可惜嗎不可惜 因為再看久一點 就發現選手又選他了 但是出裝竟然是坦撞 而發揮竟然比以前的洛里昂更屌 這一把惡魔德魯一流 把對線超秀莉莉安號老公我的諾可西 當老婆婆給浮起來 得益於新出裝一直衝進敵陣 卻毫髮無傷達到臨死戰績 還拿下了牌到底最新版 終於該怎麼抽筆實況 終於好好享受啊 本節目沒有人贊助 播出 KB先點贊是個好習慣 大家好 我是MAD Team的WOWWOW 帶來的是洛里昂號最新版本 竟然在昨天職業賽 說出了有職業教練說 他是廢腳 誰會想到他是廢腳 在一個賽季之前 為什麼 因為在一個賽季之前 他是個T0啊 那你說完全廢嗎 以前的玩法就真的很廢 現在玩法什麼玩法啊 昨天有看職業賽也知道 出坦裝啊 一個趕過去就幹掉了 還有下路一個誰要丟他一個 這安雄浮心浮他起來嗎 我們今天沒有那麼好心 看到人疊在地上沒有把他浮起來 反倒是看到這 哇對面幹過來 我們這會死去嗎 這就是這版本洛里昂的不同了 其他鞋子什麼冷卻磨穿已經沒有考慮了 反倒是搞一個魔防鞋 魔防鞋之後 惡魔的微笑都是有坦度的 之後再搞的是什麼 以前的洛里昂絕對沒想到自己需要出這個裝備 可是自從這個被動回血砍掉之後沒有被動回血很傷那怎麼辦被動回血有什麼裝備那就是德魯一直接扶他起來啊這就好心了這一波啊而竟然又開起來是不是血量好像沒扣過當然了啊全坦還能扶人起來還有傷害這就是這麼痛的可是你以為這就能夠收掉對面嗎 這隊友我們傷害量還是不夠你看對面前四等對面很強啊又布萊特還有個撕裂大帝 只要沒把對面核心輸出位給幹掉或者是布萊特他大招期間沒有幹掉的話那就完蛋 而且對蜜莉莉安是直接趕往我們這一個啊塔內想要塔殺我們的啊這又如何自己二技能過去這不用幹回去一個了嗎 回首再去吃藍趴是時候吃藍趴了因為這還是前期啊前戲嘛吃藍趴是 看到我們的德馬西亞在這附近我們的出裝如非必要啦這版本呢都沒有搞這拘魂 就算是出窩在這一把也會第四劍出除非對面兩個吸血角很屌那就第二劍出然後其他瞬眼啊 那烏鴨黃光就不要了直接一個暗窮復興運球過去連我可惜的小內內都看到了搞掉了回首看到下路直接幹起來 很多小兄弟這時間點就會往下路我們就不會直接蹲他一個回馬槍啊這不就扶一個他又推我過去還清新再搞過去可以嗎 一億的凝霜過去再幹他媽B還有一個放過他嗎你剛剛清新是不是攪得很爽 林北叫你腳清新尷尬就能夠殺浪費多一分鐘時間 搞一下雙殺完全沒難度連布萊特幹過來都不痛太短了不痛一點都不痛為什麼不痛不是說布萊特他傷害不夠而是我們搞的是坦裝啊 安全福星要服嗎不要找有沒有地點可以二技能拉開好因為對面撕裂大地還沒出來 一個暗窮復興又服過去對面走開了就怎麼樣了那又怎麼樣了那就下一波啊 我們這個出裝就是為了開團而生其實有點像誰有點像迪拉克他死對頭 因為迪拉克如果你是沒有搞全輸出的出法的話出的當然不是德魯伊啦 那可是會出的是聖奇戰盾增加魔力防禦力冷卻撐坦這就像我們現在這玩法 不過我們出的是德魯伊賤他殺機不用牛刀所以不用安全福星 而也沒有要在這一波兵線直接拉進去要嗎要啦一個一個打過去扶他你看是不是感覺自己像一個很坦的人 就直接衝過去炸他他炸我為兽一定走不掉的 可是我們沒有想要回家所以直接回頭你就算你拉開你也是拉不開 尾手又看到這先往這邊拉布萊特不是你想優先幹的 你要幹布萊特你什麼時候幹布萊特 救世的大招開啟的時候你看那亞根尼特我肯定握得中的了走那麼快 那可是又如何又不會死啊 你幹誰啦怎麼又回了直接往他身上丟 差了一點點距離這又沒所謂的嘛有什麼所謂回城就算了 他們的目的你看目標全部在這個猴子是不是猴子來的 這誰啊盧米亞啊走路走那麼慢還走台步都死來不跑 那我們不就能這好像賣了賣隊友求榮的感覺 啊沒有沒有他們在追盧米亞太殘了嘛 你沒有沒有道理直接把追追我啊沒有把目光放在我身上 沒有把我放在眼裡就對了看到這又集結起來 盧米亞照個視野那就開不到嘛對面還不在去吃一下兵線沒吃成功 啊這有吃完而我們也不需要吃多少錢 這種玩法就是要撐坦吃龍幫助隊友看一下猴子 我們在幹尼尼亞回手再把二技能給他開 中路兵線也能到一個 哎對了我們這一把的輔助是盧米亞 很多小兄弟都問盧米亞輔助 歐不OK 歐雞8K但是你要知道 幸好這一把這一把是窩倉坦 不然盧米亞輔助全隊沒坦的話 那就難搞 一個暗瓊浮信一扶他媽B扶一個還有誰 歐雞安夾著尾巴逃走 哇真的是很貼切的形容對不對 夾著尾巴逃走 狐狸狀態又如何死四個 中路有個凱蒂 那我們13秒大招 他沒有要整理中路 只有窩還有這凱蒂在拆塔 太慢了 那先拆上路 大招 兩秒 一秒 想要趁他們 差不多出來的時候丟過去 窩先扛一下 讓這凱蒂進去 對面復活出來 哎猴子翹 哎 怎麼走掉 能夠的 大招開啟回手閃現嗎 不用了 哎血又回起來了 不要回手閃現 因為贏定了 還要掉人頭嗎 不需要 贏得這局 遊戲勝利 拿了牌 坦行 這誰啊 洛里昂 最新版之中 他最適合他什麼英雄 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這一位 皮皮 當皮皮入侵野區時 我們可以提供戰術支援 當在團戰時 也可以配合他分割戰場 把控戰局 最大的第二個英雄 就是西路卡 作為被擊火的優先目標 我們可以為其提供多重的保護 意思是 我們可以在 比方說 西路卡開啟大招 對面很喜歡的 比方說什麼雷魔陣 比方什麼 呃 哈 哈亞也或許了 霧己啊 什麼英雄 都很喜歡往裡面 直接擊火 這西路卡 那可是 就在這期間 你直接暗熊復興 浮在西路卡身上 敵人 集火他的 就會被直接浮起來了 壓制什麼英雄 第一個就是 貂蝉 首先很容易破他磨 而我們施法距離也可以輕鬆針對他 什麼意思 首先放他破磨 幾乎讓他九成時間身上都沒磨 沒磨的時候 那你就使用 你的暗熊復興 直接扶他起來 他大招都不敢開 因為一開肯定是扶起來 壓制 的第二個英雄就是 勇 我們擁有十分強大遠程輸出能力 對於移動能力欠缺的後排來說 威脅十分巨大 為什麼英雄壓制 第一個就是 安奈特 只要安奈特在 我們這英雄 暗熊復興 直接廢了 因為人家 曲風屏障 範圍差不多 也是冷卻差不多 那我們怎麼開團 你選個洛里昂出來 對面一個安奈特 直接解了你這英雄 壓制我們第二個英雄就是 查格納爾 其實同樣道理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MATTEAM的窩窩 喜歡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 點贊 還有分享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